各位观众,阿弥陀佛 上回我们说过,在大陆有18个地方都说是鬼谷子的故里 但鬼谷子的出生地只有一个 就是河北省邯郸市林璋县 这是所有专家学者的共识 2010年5月15日 师父率团到林璋参加鬼谷子文化论坛时 曾经应邀跟中国先行史学会秘书长工厂委先生 共同为鬼谷子诞生地遗址的石碑揭幕 今年3月27日 师父再度前往林璋 为鬼谷子文化园点地立像 鬼谷子文化园坐落林璋县香菜营香 岩石村、虎子村一带 由中国美术学院规划设计 占地166亩 是出生林璋 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张仲萱 隐私6000万人民币兴建 以回馈相离 预计三年完工 师父踏上园区域定地 在大批林璋乡亲触涌下 走着走着 耳边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要他向前拾步 这声音是我们祖师爷 战国的鬼谷子 皇产老族从空界传来的 民国的鬼谷子 师父文元禅师 当即迈开脚步 向前走了师父 接着战国的鬼谷子又指示 向后转 民国的鬼谷子立即 一、二、三转了过来 师父说过军训 动作十分确实 转过来后 正对着方才走过来的路线 这时战国的鬼谷子 又下达口令 向前十三步 民国的鬼谷子 于是又 一、二、三、四、五 走了十三步 刚战定 空界传来一声善 战国的鬼谷子 皇产老族约善 善是善良的善 就是好的意思 民国的鬼谷子 翻下腰来 在地上花了一个圈 比出OK的手势 在旁等候的工人一涌而上 圆敲十字高锄头 一起出笼 叮叮当当的挖了开来 不以为一个七彩发亮 直径一公尺半的太极宝穴 呈现在众人眼前 乡亲们鼓掌欢呼 赞叹叹不已 我请教师父 老族为什么不直接下令 向后转 向前走三步 那不是一样吗 师父摇摇头说 始终大有玄机 既然有玄机 我就努力掺掺看 但因之子鲁顿 至今还掺不出个手以然来 各位观众 您不妨也掺一掺 说不定哪天突然同底脱落 获然开朗 那就可喜可贺了 林璋的鬼谷子文化园 正大兴图目 前几回报告过的 陕西省思泉县 云露山鬼谷岭森林园区 一在积极开辟中 其他十六个鬼谷子固旅 也一一走向台前 这应验了2009年 林璋的张河 有一口唐寺古中出土石 一位大陆佛教界人士说 古之真仙 鬼谷子将大行其道 今年农历年 林璋叶城遗址里面 发现了清朝末年以来 出土数量最多的 佛教照相埋藏坑 总共有2895件 绝大多数都是汉白玉雕的 是南北朝时代的作品 震惊了考古界 这些迹象显示 鬼谷子将大行其道 换句话说 就是鬼谷子的时代来临了 对照我们台湾 我们维新圣教维新中 所有弟子在教族 鬼谷子王蝉老族 宗族 混原蝉室的领导下 积极为世界和平 做出贡献 近年来教务发展尤其顺利 分寺道场 一座一座盖了起来 疫情风水研究班 也一班一班的开 已经遍及全台湾各乡镇 并弘扬至日本 越南 美国 加拿大 等世界各地 鬼谷子所传的 疫情风水妙法 能指点迷津 导正人心 改善环境 趋局避凶 安人们的心 安社会的心 安天下的心 它是世界和平的 一盏明灯 一座灯塔 鬼谷子的时代来临了 今天就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